甄妃的种种举动与皇宫里的规矩格格不入 慈禧对他越来越不满 多次想惩罚他 这天慈禧找了个借口下手了 宫义的开销太大 有镇子真主的断了些银子 就像皇上介绍了一个人做官 收了些银子 结果就被太后给抓到 老太后以崇尚福华和与有其寝为由 将甄妃姐妹降为贵人 还将甄妃抓了过去 当着后宫所有人的面 脱去了衣服 打了三十大板 这叫齿衣亭帐 也叫鱼帐红 齿衣亭帐这一刑罚主要针对朝中大臣 在此之前还没有过对嫔妃实行的先例 此起太后对甄妃下次毒手 其实另有目的 她希望借此来警告自己的儿子 光绪帝 甲午战争的时候 太后主张和谈 可皇上却坚持要打 朝堂上分为两派 一直在打口水战 太后很不高兴 所以她也是有警告皇上 不要语异自己的意思 不过慈禧的警告 并没有让光绪退缩 反而有了新的想法 不久后 她就联合梁启超等几个进步大臣 发起务须变法运动 可光绪没想到 这更是将心爱的女人真妃 推向了深渊 皇上要变法的时候 真主子是极力帮忙的 皇上身在皇宫 出行不变 真主子就成了中间人 替她传递消息 依我看啊 这个真主子也是有心迹的 她也想着有一天 皇上能独揽大权 她也可以称霸后宫 光绪和真妃 一心做着开创一个新世界的美梦 可他们的美梦并没有持续多久 戊戌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后 就失败了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 慈禧处决了所有参与变法的大臣 甚至还把光绪转禁在了营台 光绪失事后 真妃也受到牵连 被慈禧关进了冷宫 北三所 至此 真妃这个傲气十足的女子 在经历了深宫斗争之后 彻底败在了慈禧的脚下 等待她的 也是命运的宣派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 慈禧将真妃和光绪 这对相爱之人活活地分开 到死 都没能见上一人 真妃的尸体 在井里泡了一年多 才被人打捞出来 草草地葬在了府城门外的 宫女墓地 直到慈禧去世之后 真妃的姐姐 锦妃掌权 做了太妃 统领后宫 才把她葬回崇陵 并追封为 端康皇贵太妃